《印尼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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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只是一個 不算太安分守己的人吧 我說得比較多 當然說得比較多 可能就會有一些過失 我覺得我所說的 並不是我為了個人的利益而說 而是我認為事情應該是什麼 所以說中國大陸我覺得很難說 因為首先我的信息是屏蔽 我在墨西哥的展覽 自國家美術館的展覽 中國駐外的大使館 會通知他們說 我們希望把他的展覽撤銷 這個發生在幾乎是 每一個我的展覽都會出現 但是我很感謝他們 因為如果他們沒有這樣的限制 我估計全世界的博物館中 也只有我的展覽了 我拍這個電影 也是因為我的朋友 和我一起工作的藝術家 或者工作者正在武漢被打不當 他們有的是在醫院裡 覺得是在急救病房裡 在這種情形下才有機會 來拍這麼一個片子 在片子當中一個主要的角色 是一個河南武漢來支援 原建的工人 他是個電工 我們建完了醫院以後 武漢封鎖了以後 他就無法再離開武漢 他住在一個車庫裡 這樣待了兩個多月 最後他用一個假的這麼一個身份 通過了高速的檢查 回到了河南的家鄉 在回到家鄉以後 他已經失去了所有的 他掙得來的這種薪水了 有一天他就把汽車加滿了油 把它洗乾淨了 就離開了家裡 因為他已經身為分穩了 他借不到100塊錢 所以他們家在發現他的時候 他已經掉死在樹林的領域庫上 所以這樣的事情 我想並不是個案 因為你想像我們電影中 四個角色中就一個角色 發生了這樣一件很悲慘的事 中國實際上在過去幾年 擁有了大量的財富 和大量的有錢人 無論他們蓋房子 或者是說他們做任何事情 他們都需要藝術來裝飾他們的文化 或者是說裝飾他們的身份 這個是很正常 在西方也是一樣 那麼在中國忽然要湧現出 幾百個上千個博物館 那這些博物館的作品 從何而來呢 香港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跳板 那麼西方的這個 當然西方的畫廊 或者是藝術博覽會 或者拍賣會 也是看好的這個機會 才在香港花巨資來投資 投入這個市場 但實際上呢 如果是在這個國安法 在這個實施以後 實際上香港和大陸 是沒有不同了 它的這個香港的 剛剛興起的這個藝術市場 也自然會消失 它不會很多大的畫廊 不會再去在香港做展覽 或者說畫廊對香港的前途 也沒有什麼更多的 這種投機的這種可能 在香港花巨資 有一點點 都會有在香港做展覽 有一點點 但是有一點點 可以接觸 沒有那麼多的